哈喽,大家好,欢迎到1A Diary 我目前人呢,是在松山演场 我们要来参加的是第七届 Power Asia亚洲首创展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次我们可以找到 什么样子很不错的设计吧 Power Asia亚洲首创展 这次来到第七届啦 今年主题是 Be Original敢于创造 在松山这边呢 包下了345号仓库进行 展出来自台湾、泰国、日本等 30个亚洲的国家城市 超过350个精选品牌 那除了我自己平常 最喜欢的文剧文创之外呢 这边还有很多 和11柱形相关的文创设计哦 那我们就不要依照仓库的类型 单纯按照我个人喜好 来分享一下 我到底看了哪一些 又买了哪一些吧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左翼设计 如果是我们频道的老观众 对于他们的设计可能会有印象 我们曾经在2020年的文剧展 均印了一个真奶台湾小包包 那这次品牌带来的呢 就是真奶台湾的系列作品啦 除了我们先前看过的手提袋 这一回有推出摸起来手感很好的大型爆枕 以及全新的系列带着走的台湾小岛名徽章 主要呢是象征饮食文化的真奶台湾 还有很常见的蓝白托台湾 以及象征历史传承的 刘吉迪亚台湾 创作者说会想要做这个系列的产品啊 是因为在出国的时候 很常被问到你从哪里来 那就算回答说是来自台湾 但对方有可能还是不了解 所以就设计了一个系列 结合台湾形状和台湾特色的小回章啦 各位如果有到海外交流的机会啊 这也会是很适合用来介绍的特色小物哦 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更多 不同主题的可爱台湾出现 这一次跟着朋友一起逛展 认识这位来自曼谷的艺术家Erdi 各位看一下这些作品 充满朴朴风的明亮和活力 用看似简单的几何线条和色块 打造出很多很可爱的小动物啊 小水果以及人物和场景 整体的画面营造用色和明亮饱和 但不会过于刺眼 反而会有一种疗愈的风格 OK 频道老朋友们 应该也对品出钢柄很有印象吧 我们在两年前的耶旦节前夕 有介绍过这个品牌 那现在基本上 我在工作的时候 都使用他们家的暗黑星球 非常顺手 这一次就要来看看 还有什么可以添购的好东西 首先看到这边 有单色系的细致钢柄 还有十颗纹路钢柄 以及建层色系的钢柄们 那我这一次特别上中了珍珠白 珍珠蓝系列的钢柄柄 必须要带一只回家 这一回还有看到这个 六角木头钢柄 它的笔盒和笔身 全部都是木质的 拿起来很有分量 也很有质感 但是握起来是比较粗一点点 适合手再更大一点的人来使用 但这些钢柄 都可以再客制化刻字上去哦 我们之前是选择低调的黑灰色刻字 现场看到烫金的字也非常漂亮 另外瓶珠钢柄还有一些皮件和木制品 上头的图案也都可以客制化 至于现场成列的礼盒 会因应不同节庆 有不同的搭配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哦对了 钢柄的墓水色呢 是越来越丰富咯 超级美丽 好的 我们来看到 来自马来西亚的制品品牌 各位 满满的手抄纸耶 使用不同梅材制作的手抄纸 这样每一张纸 都具有不同的风貌 那他们加染好单色系的纸张呢 每一张都是这一种 很柔嫩的呈现 比方说这些小卡片呢 还有小本本 颜色都非常可爱 手感非常好 那要特别介绍的呢 是这一款 闪亮亮包装 里面装的是明年度的月历哦 各位看一下 每一个月份都是不同颜色 不叠起来的彩虹进层 很迷人也很有局感 适合拿来当新年礼物送人 而且整体来说啊 他们家的手抄纸 从品质到价格综合来看 CP值高 如果之后又来台湾的话 我绝对是 手刀冲来挑选 再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各大厂商 琳琅满目的包装盒 这些作品呢 都来自1978年成立的礼盒制作公司 宏吉合意 老字号品牌 一路走来也有满满的创新灵魂 他们家有非常完整的设计 生产团队 可以把各种设计构想 变成实体的礼盒 所以无论是精品啊 茶叶 酒类 是用于不同物品的盒子 都可以在宏吉找到 而且我在现场啊 随意拿几个盒子来翻啊 每一个都超精致的耶 另外呢 他们还有推出 可爱的蛋糕礼物盒 让你可以自己回家DIY 品牌平常也会前往大专校园 和学生来分享产业相关的知识 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 哦 一开始会被黑色圈勇吸引 就是因为看到这盏灯 你不晓得它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到了摊外才知道 原来是构树的树皮哦 相当特别 这个品牌 是以树皮纤维工艺为主的设计品牌 团内成员来自屏东 由排湾族和鲁凯族青年所组成 他们从生活中取材 选择常见的构树 当成创意发挥的主角 那构树呢 是台湾的原生种植物 主要分布在平地和地海拔山区 树皮富含纤维 早期的台湾原住民 有使用树皮布当成衣服的文化 那团队就是从这样子的概念来当发想的 把树皮反复敲打成一整片的素材 再来加工制作 因照敲打的时间等各种要件不同 就可以获得不同厚薄度的素材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摆设和灯饰 每一件都有不一样的纹路和色泽 带有绝对的独特性 相当令人惊艳 好的 在Papa Asia当中 有很多的香氛品牌 我这一次在香氛森林驻足呢 是因为我看到了 你好工作室的小狐狸辣 品牌友和你好工作室 推出联名款的香氛蜡烛 但除此之外呢 也有好好的感受现场陈列的香氛喷雾们 刚好他们家不管是蜡烛 还是精油或香氛 这种透明包装 搭配原木盖子的设计 相当符合我的演员 团队说他们使用的是有认证过 和国际大厂同等级的原料 整体来说 味道都不会太浓烈 有种淡雅 简约气息 适当喷一两下 整个人立刻变得又香 又高级 好的我们复习完现场摊位 就要回家来开箱看看 我买了哪些好物咯 第一项商品 隆重介绍 我带了小岛名徽章当中的 蓝白托回家 各位看一下这个闪耀的光芒 就可以知道说 它制作非常精美 创作者说 这是武林年代 为了改善民众穿草鞋或赤脚 容易受伤的情况 所以呢 国君受到美元顾问团的建议 所打造出来的青面鞋 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穿戴嘛 用它来代表台湾文化的一环 是很棒的选择哦 再来是品出钢笔啦 我选了这一支 珍珠白的钢珠笔 下手的要件呢 是它好美又好优雅 我觉得到我的人生当中 应该是要有这么优雅的笔 来搭配才行 而且里面附的笔心 也非常的好险 另外呢 还带了一支这个石科系列的冰河灰蓝钢笔 这一组里面附赠一管墨水 一个吸墨器 还有小笔带 那为什么我已经有钢笔了这一次又要埋呢 主要原因呢 除了笔型很美之外 还有它们加进了新的墨水色啦 我觉得这个颜色的钢笔 很适合搭配吸墨水 哦对了 为了迎接2024到来 设计师也画了新年红包带 所以从兔子的脚印 变成恐龙的脚印 象征兔年到龙年 非常可爱的小窗衣哦 最后看到这一盒是什么呢 这是香氛森林的香氛喷雾礼盒 这里面有五管小香氛 每一管都是八毫升 你可以自由搭配喜欢的味道 我们从左到右来看一下 分别是 北美白橡木 风信紫紫罗兰 桂花茶 无边之灵 还有白色香花 我觉得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这些香味的具体样貌 大致上来说 我会认为 风信紫紫罗兰 很适合气质优雅的女性 是不会太甜腻的味道 那无边之灵 有一种环境很幽静的清伤 其他三款呢 对我来说也是蛮中性的 男手女生都适合 也是我会希望自己周围 可以充满的香味 不过关于味道呢 是见仁见智的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亲自去匹庞匹庞 好啦 以上是我们在2023年 Taba Asia亚洲首创展的回顾咯 希望各位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 度过美好时光 不晓得您最喜欢哪一个品牌 又或者是有什么 让您印象深刻的好设计呢 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哦 下期见啦 吧